我们看念了这个文 情爱贪欲 是为生死之本 这就是古人讲的 爱不重 不度所复 这个世间人 完全沉溺在其中 所以就讲六道轮回了 诗词生彼 流转无穷 六道从哪来 就从哪来 佛法讲一点 叹诚词 纵使眷属漫堂 于生死之际 生是孤身来 是时候呢 独自去 无人相随 无人等待 故人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忧待待 这在指出 苦乐的果 借是自走自受 也无忧能代替它 你一生 遇到善与 心善 既得 你去的地方好啊 好 也只是人听念到 如果心行不善 你去的地方也不好 这个不好是指三无道啊 苦乐自当啊 自走自受啊 惊心愿 自当 就是自受的意思 善我变化 善变化 就是善道 善取报 善善道的果报 我变化了 就是善我道 人 变成出生 变成恶鬼 变成地狱了 变化了 变化了 灰水 惊世 善过 所作的 叶因恶呢 来世 就变成 就变成 恶过 恶过 过世 过世 现在 人祸 都是 自己 造作 不善的 意因 所 感到的 那么 那么 现在 我们 虽然是 悟报 很苦 但是 所作的人 是 来生的时候 他就变成 佛 千变万化 不可 居住 这是 变化了 又一种 解释 都 能讲得通 也都是 四十 真相 总之 善言善苦 握言握报 是 真理 是 事实 不能 不知道 不能 不 小心 谨慎 优优优独播